人工智能到底有多变态 那时候你们看了那个 Reno 12 Pro 就通过这个人工 AI 那个照片出来 就是他们的特别夸张 但是价格特别昂贵 有些人还是消费不起嘛 对不对 那么今天来了 新推出了一个叫做 OPPO Reno 12F 贪称中端界的人工智能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OPPO Reno 12F的人工智能 到底和 OPPO Reno 12 Pro 有没有一致的表现 Let's go 我们先来看 OPPO Reno 12F的设计 这一次采用的就是中心一桶式 灵感就来自于手表充满着故事传承的 机械表风格看剧特高级 然后我们就特地找一个比较暗的地方 因为刚刚我们在外面看哦 哦 全部都很亮 看不出它的氛围灯 它这一侧有圆环氛围灯 名称HELLO LIGHT 根据不同的场景进行灯效切换 来电通知游戏音乐你可以客制化 而且这个灯不是单一颜色 它是可以拥有混合颜色的 看到没有 有没有不一样的颜色 嗯 哇是不是看去比较高级 不过2000块的手机 它已经把那个氛围拉的满满给你了 就不知道它是直接去到2000扣你一块钱 还是去到1500扣你一块钱 如果是Below 1000扣你一块钱 如果是2000扣一块 诶 ok 啦 ok 就这样 ok 由于它是搭载2.5L OLED 钢性屏幕 造就了它超薄机身 也只有7.69毫米 当然这个只是限于绿色才有这样的薄度 至于其余颜色的它会厚多一个0.06毫米 它的边框还是采用航天极质量合金材质打造 所以特别介意特别有quality的 你听那个声音很solid的 如果是 我只是要跟你们讲 它很硬而已 特别硬特别耐敲的 我我只是怕杂暴它伤到我 所以我就不要这样子做了 只是要给你知道 这个航天极质量多么的坚不可摧 而且 又不会很重吗 用上这样好的材料 也只有187克 它还支持IP64 防尘防水 标准手机 什么叫防水标准 可能你泼水啊 然后下面动进到水啊 都没有问题的 它是防泼水防建水 even 是正在水里面没有太久的时间 它都可以有效抗水 那是为什么 因为它针对每个零部件比较重要的关键位 比如说按键 充电 听筒 扬声器 卡槽 的位置 都做了防水 如果你日常驾着摩托 日晒雨淋 它都能有效的防止这些水侵入到手机 刚刚不是有提到 它的AI人工智能非常聪明吗 不过在还没有讲AI之前 我们先说它的相机规格 它是搭载50MP主色 8MP超广角跟2MP的micro lens 在拍照演算继承了OPPO一路以来的特点 也就是人像拍摄自然的美颜效果 跟虚化背景 整个成像看去是特别有那种感觉的 在背光的情况下 它可以把背景的所有细节保留 将人像白平衡给调均匀 看去不会黑 所以前后都能保留很多细节 而且在阳光底下 如果是一般手机拍摄出来 它会吃掉一部分的细节 而这个呢 它可以保留的非常完好 在虚化准确度也非常高 人像油画 偏于冷色调 所以看去就特别好看 除了是人像拍风景也特漂亮 所以在拍照方面已经很强了 再配合它AI人工智能就更加Pro 我们先说AI Eraser 容易用吗 其实很简单的 就好像这张照片 后面有两个路人 我们就按编辑选择AI消除 再将这两个人给框起来 它通过AI智能识别这两个人影 直接消除 再replace一个和这个背景非常贴合的照片 准确度呢 是比一般的AI Eraser来得高 高达98% 接下来就是AI Smart Image Mesh Matting 它可以进行人像扣图 它还有一个中转站 你可以保留下来 而且它还能进行多个图像转贴 比如你去到Nord WhatsApp 你可以将所有的照片进行粘贴 再来就是AI Studio 登录账号就能获得5000 这个5000用完了怎么办 其实后续呢 只要你有发帖或者打卡 都可以赚取分数来进行AI生成 而且这个AI生成呢 它可以是单人也可以是多人 可以让你瞬间在土耳其 还是你要变成一个小学妹 也是可以 你只要开始生成上传你要的照片 就可以通过AI Studio自动生成 然后在它自拍镜头呢 它是有支持0.8光脚跟EB 0.8的视角 然后在背光的情况下拍摄 然后你再看它的成像 通过AI合成 哇看到没有 后面那些细节 整个风景都可以拍出来哦 当然这台OPPO Reno 12F 它也支持多景拍摄 前置后置一起拍啊 就好像看着我女儿抓住这个 这个应该是叫后 这个生活了几亿年的活化石 目前OPPO Reno 12F 就有8加256 落地价为1399 OPPO Reno 12F呢 算是综合性比较高的 因为它有自研的芯片 天机6300的加持 在生活日常表现 比如玩一些游戏 王者荣耀和平平这类型的 没有太大问题 如果是那种比较次GPU 高画质的游戏 那么你就要考虑一些更高阶的手机 就比如说是12 Pro 还是更高端的5X Series 至于在它相机表现呢 你们刚刚应该也看到了 拍照合成出来的效果 都已经很漂亮 再配合AI人工智能优化 简直完美 把这个拍照的成功率大幅度提升 就算后面很多人都好 没有问题的 人工智能Sector 一切 只是Median Range 它就有built-in这个东西给你了 一般上这种人工智能的 你没有在旗舰 你是看不到的 它已经把这些东西 搬到Median Range以下的手机 以后可能500块的手机都有AI了 就是这样子啦 拜拜